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息日可走的路程 安息日可走路程大概是一千一百公尺左右 就安息日你不能走太远 走太远超出这个类似这个城的范围 你就是这个干犯安息日 那耶稣升天的地方呢 应该是在橄榄山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五十节 也会讲是在博大领的对面 因此呢他们就从橄榄山的地方 门徒从那里就回到耶路撒冷去 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 在这个楼房里面呢 在那里有彼得 约翰 雅各 安德烈 菲利多玛 巴多罗买 马太 亚勒菲的儿子雅各 奋瑞党的西门 奋瑞党是一个比较激进的政治团体 和雅各的儿子犹大 这边在交代 使徒们都聚集在一起 总共使徒有十一个人 那第十二个使徒是谁 就是出卖耶稣的犹大 他已经上吊自杀死了 十四节 除了这十一个使徒之外呢 还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还有耶稣的弟兄 都同心合意地横切祷告 同心合意这个字眼 在使徒行传里面非常的重要 他总共出现了十次 如果没有同心合意 在耶稣离开之后 教会是不堪一己的 如果没有同心合意 彼此坚固对方的信心 他们也没有办法 有信心跟耐心的一起祷告 等候圣灵的降临 没有同心合意 他们面对很多犹太人的逼迫 还有官府的逼迫 他们是熬不过来了 没有同心合意 很多被关在监狱里面的这些基督徒 他们是没有办法度过 在监狱里面痛苦等待的日子 因此我们看见使徒行传 就把耶稣离开之后 这些使徒们 他们非常同心合意的 信心坚定的 要来接受圣灵一步一步的带领 十五节那时有许多人聚会 约有120名 120名这个数字蛮有意思的 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 只要有一个地方 只要有十个犹太男人 就是成年男子 就可以组织一个会堂聚会 那那个地区呢 如果有120个男子 可以组成一个犹太人的工会 就是他们的一个地区性的 一个最高的组织 所以这边特别强调 有120名 或许路加有益 要来表达一个 足以组成一个犹太人 区域性的工会的会员人数 已经足够了 那但是我们要了解 就是说 犹太人的工会会员人数 120名指的都是男性 但这边也有一些是女性 所以 是不是要比照 足以成为一个团体 足以成为一个工会 路加是否真的有这个意思呢 我们就无法这样确定 那在这个时候呢 彼得 他就作为一个带头的领袖 他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 说话 他说 弟兄们 圣灵借大卫的口 在圣经上预言说 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 这话是必须应验的 可能彼得他是在指 十篇 四十一篇第九节 那边大卫谈到说 跟他同桌吃饭的朋友 用脚踢他 十七节 他本来列在我们的树中 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 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 以后身子扑倒 肚腹崩裂 肠子都流出来 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 给那块田起名叫做 雅各大马 就是血田的意思 这边路加在交代一件事情 就是彼得他说 那个卖主的犹大 他不珍惜他使徒的职任 反而是出卖了耶稣 那 其实 这一切 也都早在 旧约里面 有预言 但是这并不代表 是上帝指使 犹大卖主 这边彼得 主要是在讲一件事情 也是一个大家都认同的观念 就算魔鬼 或是就算犹太人 或是卖主的犹大 他们暂时以为他们的诡计得逞了 但他们始终 还是胜不过上帝 最终还是上帝获胜 因为上帝 让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 担当了世人的罪孽 又使他从死里复活 让我们都能够拥有复活的生命 因此他这边就 也交代了 这个犹大的结局 犹大的结局 在这个马太福音 二十七章第五节 那边的说法 跟这边的说法有点不一样 那我们把马太福音 跟使徒行传的说法合在一起 可能就是 犹大后来他 很后悔 他出卖耶稣 可是呢 他里面也 不愿意有真实的悔改 但是他只是觉得他自己 搞得 身败名裂 他就 在一棵树上上吊 自杀了 那可能后来上吊自杀之后 把绳子 这个人家把绳子解开 或是怎么样 他就从高处 把头往前 绳子往前扑倒 这样整个从高处掉下来 掉到地上 然后 杜腹崩裂 藏子流出来 大概就把马太福音跟使徒行传 相关的描述 结合在一起 我们可以这样来想 那再来呢就是 他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 第五节 跟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一到十节 那边也有提到相关的 包含说他拿了这个 这个祭司长的钱 然后后来他事后后悔了 耶稣死了之后他后悔了 他又把这个钱丢还给这个祭司长他们 可是祭司长他们也不敢收 所以呢 祭司长他们就以犹大的名义 买了一块田 这个田当地人知道这是 犹大他卖主所换来的钱 所买的田 那流了他老师的血 所以就给他群名叫血田 我们今天去耶路撒冷的时候 我们这个血田那个地方 已经被一个欧洲的一个修道院 把他买下来了 那那个地方基本上像是一个坟场 专门就是葬一些 可能是一些流落他乡 克死他乡的一些人的失守 20节 因为诗篇上写着说 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 无人在内居住 彼得这时候引用诗篇69篇第25节 来表达这位作恶多端 又不悔改的犹大 最后呢他落的下场是如此 诗篇69篇也在许多的新约圣经里面被引用 例如说 约翰福音二章17节里面 就引用的诗篇69篇第9节 我为我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 还有很多地方也用了诗篇69篇 因此他是一个出在教会非常喜欢引用的 明赛亚预言诗篇 又说 愿别人得他的职份 这是引用诗篇109篇第8节 所以 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 就是从施洗约翰施洗起 直到主耶稣离开我们被接上身的日子为止 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当中 立一位与我们同坐耶稣复活的见证 彼得他认为应该把我们当中跟我们一样 都是第一批耶稣的门徒 从一开始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开始 一直到主耶稣复活升天的日子为止 跟我们在一起的这第一批的耶稣的门徒们当中 我们应该再选一位与我们一起做耶稣复活的见证 那就是让这个使徒要保持这个12位 这也代表12支派一个完整合一的见证 于是就选举两个人 代表他们当中有两个人最符合这样的资格 一位就是那叫做巴萨巴又称呼为尤士都的约瑟 另外一位就是马提亚 因此众人就祷告说主啊 你知道万人的心 也就是说你知道这两个人他们的心 你也知道我们里面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想什么 而这两位都是符合条件的 求你从这两个人当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 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 位分这个字的希腊文是一个复合字 是职位加上服饰 两个字合在一起的 这个位分犹大指的是呢 卖主的犹大已经丢弃了 他往自己的地方去了 就是他这个这个悲悲惨惨的下地狱去了 于是众人就为他们摇签 为他们抽签 很像古代那个大祭司用乌林土名 来明白神的意思是 yes or no 这样的做法 他们就摇签摇出马提亚来 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段经文 我个人觉得那个落选的约瑟 他更是宝贵 因为他本来可以留名轻使 成为十二使徒之一 但是上帝没有拣选他 但他没有因为上帝没有拣选他 他就放弃他的信仰 或是有任何怨言 因此不论是马提亚还是约瑟 他们的生命也都非常的美 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 神要我们去敬重他所赐给我们的呼召 所赐给我们的位分 再来我们也可以看见 就是上帝呼召我们 就是要成为耶稣基督 死里复活的见证人 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轻忽 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 以及给我们的角色 我们如果不愿意做 轻忽了他 那神就会拣选其他人来取代我们 因为神不是非我们不可 不要忘记 不是我们拣选了他 乃是他拣选了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赞美你 让我们永远对你有一个感恩 敬畏你的心 知道主我们任何的角色 机会 职份 位分 都是出于你的呼召 你的拣选 你的恩典 愿我们忠心的在你的面前摆上 能够成为你所喜爱的贵重器皿 以至于可以容神义人 主我们也从这位落选的约瑟身上 学习榜样 因为主真正看重我们的 耶和华看人 不像人看人 人是看外貌 看头衔 但主你是知道万人的心的 你也知道这位落选的约瑟的心 主你更看重的 不是头衔 职份 职称 而是我们 是不是真实的成为一个耶稣基督 复活的见证人 我们是不是专心的侍奉主 谢谢主 这是你给我们很好的提醒 奉主耶稣的名 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